好 刚才新闻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驻美代表金普聪呢 今天到立法院来背询 而民进党呢可以说是炮火全开 不过今天在现场呢媒体也是大阵仗的来迎接 他的立委也都纷纷都抢着要登记发言 一个上午呢已经有超过60位的委员登记直询 而抢投降的国民党立委吴玉仁 更是前一天呢就和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呢 还特别对调他的位置 而民进党立委呢也是磨刀霍霍 党团更请来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来谈台美关系 和金普聪相抗衡 大批媒体挤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 抢拍驻美代表金普聪的一举一动 朝野立委们更是一早就登记直询 不到九点就有超过60位委员登记 抢到投降的是国民党立委吴玉仁 我没有收到有这样的动员 一个是林宏池委员一个是陈正香委员 我说如果说你们能够早一点的话呢 那可不可以把机会让给我 不只是吴玉仁前一天就已经和林宏池对调 登记发言的前十名更有六位是国民党委员 许多国民党的党团干部和部分区立委 也罕见的列席旁听 民进党立委邱毅营用手机拍下这难得的画面 话说得很酸 没想到今天一来都是国民党委员奉公职守 他们是来保皇库驾 这个可能小刀大使 回去要给他们寄一个嘉奖 民进党发出甲级动员 尽管发言人数和顺序不抵国民党 特别请来自家驻媒代表吴钊燮 在民进党团大谈台美关系 和金普聪相抗衡 他没有提出我们总统派出这么重要的人 到华府去 到底对于台美外交的这个提升 有什么样的愿景 不让金普聪专美于前 民进党搬出吴钊燮搏板面 场内场外都有话题 金普聪的首次背询 让立法院相当热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